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一切痛点难点毒点都是改革的切入点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关系民生福祉的大事 也被称为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在稳扑推进城市更新的事件中 作为人民城市的首提地 上海不断涌现新思路新尝试 去年上海中心城区成片旧改任务顺利的收官 上海随即全面启动了两旧一村改造的重大任务 今天的共治之城系列观察 我们聚焦上海持续城市更新的生动样本 位于徐汇区康建路341楼 有一栋房灵达70年的三层红砖楼 那么因为多处的墙体开裂 漏雨漏水严重 安全隐患重重 居民们一直期待旧房能够尽早的改造 那终于在去年呢 居民是判来了旧改 这桩70年的老房子将原拆原建 那么让居民们没有想到的是啊 从启动改造到居民的回搬 仅仅用了一年 也成为了上海最快完成的拆除重建项目 那么如今这桩老旧小区旧贸唤新炎 实现了华丽的蜕变 而27户居民呢 正在陆陆续续地搬回自己的新家 康建路上这栋高11层 外立面现代大气的楼房 就是居民们的新家 它也是上海首个全装修交付的旧房 拆除重建项目 走进八楼的王阿姨家 她正在收拾整理 朝南的屋子亮亮堂堂 望出去就是康建公园 南北两间卧室通风良好 卫生间厨房间全名 王阿姨说 这几天回搬虽然很累 但心情舒畅 王阿姨告诉记者 这里原先是一幢三层红色砖木结构的职工住房 房龄已达70年 多处墙体开裂 漏雨漏水严重 安全隐患重重 去年住房被列入了两旧一村改造重点项目 从项目开始改造到居民回搬只用了短短一年 而这一加速度背后蕴藏着两个全市首次 是多方合力 汤出的一条城市更新新路径 首先 系统工房的成套改造 常常碰到改造主体和资金来源的难题 这里探索了全市首例 系统工房产权移交改造 即将产权由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移交到徐会区属国企 由国企作为改造主体 徐会区财政出资改造 那么理顺了这个全责问题 就解决了系统工房改造的这个改造主体和改造资金的问题 为我们全市其他的系统工房改造项目提供了解决的思路 另一项全市首次 是首次大胆尝试承诺方案外搬模式 让居民外搬和方案设计同步进行 极大节约了时间 这条路要走通 居民的信任是最大的基础 我们工作组不断地跟我们居民在沟通 就是有一点信息知道了 我们这是公开透明的 就跟所有的居民进行沟通 然后听取他们的反馈意见 其实这个设计稿起上起下了 最终方案出来以后 仅用六天时间就完成了所有27户的签约 为提高改造速度 建筑主体结构采用装配式钢结构体系 77天就实现结构封顶 这也是全市首次实现 拆除重建改造项目一年完成 一个我们是真心诚意地为居民去设计最优的改造方案 这么样一个诚意 然后去换取了居民对我们的最大的一个信任 所以我们是双向奔赴 康建路341弄的改造成为了目前上海最快完成的拆除重建项目 这一加速度的背后有不少全市首次的创新实现 那么究竟有哪些创新形式的合力造就了这一上海速度呢 我们马上来连线的是徐汇区防管局的副局长周燕 来听一下她的体会和感受 康建路341弄7到8号这个项目 老百姓确实也判了很多年 这个项目一撞11楼的这么一层建筑 仅用77天就结构封顶了 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们创新了一个产权移交改造的这么一个路子 确实也是全市首创 就是我们区里的这个直管工房的这么一个授权经营的管理单位 那么划转给我们徐汇集团 徐汇集团他是权利人 他就是权利人来进行作为一个建设主体来进行改造 这样就很很顺畅 因为已经是我们区里的这个产权了 所以我们区财政出资也比较顺利顺畅 那么这样就解决了一个改造资金和改造主体的一个问题 税务部门也是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包括我们市财政市教委 那我们整个是一个按照照面价值无常划转的这么一个方式去操作的 解决了这么多年来一个系统工房的改造的一个难题 那么我想这个也可以成为我们区里面 乃至我们全市一些系统工房改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范例 一个解决的一个思路 徐汇区呢 今年也是有11个项目 我们是要开工竣工 这样处于这样一个状态 量是比较大的 总的这个改造的建筑面积呢大概在6万平方以上 那么受益的居民呢也达到了1900余户 那么我们是想结合每一个项目的具体的特点 去有选择的去借鉴去采纳 那么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我们以这个更快的速度 更高的质量去完成我们这些旧房改造项目 也就是主要是让我们的这个老旧小区的居民 还早一天住上新房早一天过上这个新生活 谢谢周燕的分享 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 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从老旧社区改造到城市更新改造 再到公共政策的设计推行 都是从根本上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回应了人民的需求 上海自2020年开始的生化建设 新时代美丽家园三年行动计划 让很多的老旧小区通过改造工程得以旧贸唤新颜 而居民们的居住品质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仅去年的前十个月 全市实施了老旧小区改造超过了1300万平方米 投资额大约是57亿元 覆盖了329个老旧小区 受益的居民达到了16万户 而今年的年初上海又明确 要以更大的力度来推进城市更新 并且加快推动全年各项任务的落地落实 预计今年上海将完成12万平方米的零新旧改 31万平方米的不成套旧住房的改造 以及10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 而同时上海将持续的推动一批老旧工业区 商业商务区风貌保护区的更新改造 进一步的提升城市的品质 另外上海也正在探索建立责任规划师 责任建筑师还有责任评估师 这样的一个三师连创的新机制 系统谋划集成创新分工明确 已经选取了外滩第二立面 老城乡地区 徐惠横复地区 还有静安石门二路地区等 10个城市更新单元 开展三师联创的试点工作 创新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上海镇积极推动成立 城市更新开拓者联盟 目前有超过100多家的行业领域的企业机构 已经积极的响应 加快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建设 进入新阶段的一个必然选择 那么接下来上海城市更新 该如何更高质量的发展 我们来听中国浦东干部学员的教授 吴涛他的观点 上海的城市更新在不断加速推进 其中对老旧小区的改造 通过范式的转换 不断去创新机制 优化路径 加速破提 应该讲取得了 多具上海特点的城市更新体系 上海有专门的上海城市更新条例 我们通过强调相关部门的协同 协同更新协同治理 出台实施职责 形成完善的政策体系 而且背后又上升到 我们地方人大立法的层面 有法可依 另外我们又兼顾 政府的主导和市场参与 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很重要一个举措 就是采用零选的机制 引入了更新统图的主体 使城市更新工作 更加面向实施 更加具有落地性 如何让老旧小区改造部 虎逗舍尾 老旧小区改造作为一项名声工程 基层的社会治理 名声服务怎么样更精细 更具品质 更有温度 这里面还要下功夫 我们要进一步去改进 转变和完善 更新的理念和方式 由外延式 转向内涵式 由大拽大剑 转向剑劲式 少偷变 微治理 这个更新之路 既是我们城市短板修补和问题治理的过程 也是城市品质和工程代造的过程 也是我们城市历史文化传承和自然生态修复的过程 也是我们城市空间质量和效益提升的过程 我们新一轮的城市更新下一步 不仅限于改善居住环境 包括商业商办 工业 公共服务 风貌保护的统筹 我们叫全口径 全市语 全社会的有机更新 把握大与小的关系 循序渐进 所以我们讲这个更新 不是等同于旧区改造 下一步 不光是旧冒犯新颜 需要维护和激发城市功能 释放城市的烟火器 创造城市的趣味性和复杂性 所以更新过程当中 避免求大求快 尽可能减少城市的突变 我们强调 城市的经济化管理 不仅是管得更细更严 而是更精准的 城市各方的积极性 带到充分的释放 充分的调动 是我们从上而下 也是从下而上 协同的一种更好的治理 想要全域治理 人体性治理 发挥每一个市民主观的同情 真正体验 人民城市为人民 人民城市人民建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首先来继续关注殉情 这张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了 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今天到20号 河南山东苏丸 以及陕西四川盆地等地 仍有强降雨 黄淮地区的强降雨 今天开始呢 整体将有所减弱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 上述部分地区 尤其是四川东北部等地 部分地区 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17日的18时 中国气象局分别与水利部 自然资源部 联合发布了红色 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据介绍此次降水的强度大 持续时间长 累计的雨量大 范围比较集中 西太平洋 附热带高压的北台 与弱冷空气南下 相互作用 是造成此次强降雨的 最主要的原因 连日来 河南陕西等地 遭遇强降雨天气 那么针对河南南洋 严重的洪澳灾害 国家房总办公室 已经派出了工作组 赴河南南洋一线 来协助指导防汛抗洪的工作 河南南洋设起县大逢营 在14号至17号的累计降雨量 达到了830.9毫米 短短三天的雨量 超过了长年全年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 南洋市多地发生了洪水和内涝 导致房屋被淹 道路受阻 电力中断 抢修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中 受到降雨的影响 南洋新野县境内的 唐河水位也出现了上涨 沿线防汛形势严峻 16号开始 新野县对辖区内的 沿河群众进行了紧急转移 截止昨天的18点 新野县已转移了 1万多名群众 从7月14号开始 河南州口也出现了 大道暴雨的天气过程 城区多处积水 州口于16号22时起 将防汛应急响应 提升为二级 并宣布中心城区 实施停产停学停运 市区内大型抽水设备 正在加班运转 进行排水 水位已逐步下降 从7月16号晚间开始 陕西宝基全域 迎来了降雨天气 部分雨量监测站 突破了建战以来 单日雨量的极止 多条河流的水文站出现超保证 超警戒洪水过程 流经宝基市区的石坝河和瓦玉河 涨水漫滴 导致市区部分区域出现内涝 不少小区净水 楼上有没有人 有人快收拾啊 公司往下走 宝基市遭遇洪水侵袭 临近宝基的咸阳市 消防救援支队也前往支援 在凤县河口镇石鸭子村 一处矿场 因洪水阻断道路 人员被困无法撤离 咸阳消防救援队伍 立即赶赴现场 徒步行走近10公里 打通救援生命通道 此外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 导致陕西安康市境内的 金昆高速公路 汉中至西安方向交通受阻 目前山体坡机物 已经全面清理完毕 交通管制已经解除 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国道210陕西安康宁闪段 仍然在抢修中 气象预报显示 今天四川盆地北部等地 仍然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 此前16号开始 四川多地就迎来了 强降雨的天气 强降雨也致使了 广源境内的多条河流河水暴涨 那么昨天当地紧急转移 和疏散群众 17号四川广源 大部分地区遭遇了 强降雨天气 强降雨导致广源 建阁县青江和河水 持续上涨 沿河两岸人行道 被水淹没 最深处已超过2米 当地相关部门组织人员 疏散沿河商户 及低洼地带的住户 并设置警戒线 据了解 从16号20点到17号的14点 建阁境内最大降雨量 达160.7毫米 从16号晚至17号14点 当地已转移468户 948人 涉及18个乡镇 16号傍晚 四川省阿坝州 九寨沟县的部分地区 突发强降雨天气 暴雨引发山洪 泥石流 部分区域出现了 断路 断电 断网等情况 在受灾较为严重的安乐寨 救援官兵对受灾房屋进行勘查 挨家挨户排查隐患 协助转移人员和物资 泥石流从山上搜下了以后 直接到了这个寨子 所以到处都堆积的山洪 拥发下来的杂物 树木和淤泥 最深的淤泥 基本有膝盖的身 此外受大雨天气的影响 17日23时50分开始 包括集4216 容力高速 人木星段 S66龙汉高速 俄汉段等 在内的四川境内的多条高速 实施交通管制 四川省自贡市九顶大楼 昨天傍晚的六点发生火灾 事故造成了16人遇难 今天上午 事故指挥部发布了情况通报称 四川省政府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 将对事故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 彻查事故原因 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通报显示 事故发生之后 当地的消防救援队伍 调派了72车 284人参与灭火救援处置 截至今天凌晨的三点钟 火灾事故的现场救援已经结束 现场已无被困人员 截至今天上午的8点 涉灾就医39人 其中重症1人 轻症29人 9人经评估之后离院 经初步的调查 此次火灾事故由施工作业引发 相关的责任人们已经被警方控制 稍后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 并据了解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 昨天派出了工作组连夜赶赴现场 并且从全国范围抽调 火调专家来参加事故的调查 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 将于7月24日招标发行 550亿30年期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票面的利率将通过竞争性的招标来确定 本月的25日开始即息 每半年支付一次 超长期特别国债将专项的用于 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建设 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 分为20年期 30年期和50年期品种 首次发行的时间为5月17日 11月的中旬发行完毕 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剩下不到10天的时间 当地时间的7月18号 巴黎奥运村将会正式的开村 首批运动员将会入住奥运村 占地52公顷的奥运村位于巴黎北部的近郊 一共有近80栋建筑 按功能设置了餐厅 训练室 诊所 大多是由当地已经有的建筑改造而来 奥运会期间预计将会接待200多个奥运代表团 和近180个残奥代表团的运动员和随行人员 另外全长185公里的巴黎奥运会专用车道 已经于本周正式的启用 将用于奥运代表团 媒体 安保和应急车辆的通行 为了方便观众步行前往一些场馆 巴黎的一些区域还被指定为无车区 在安保方面 巴黎警方计划奥运会期间 平均每天部署约3万名警察和宪兵 还将会有18000名士兵随时增援待命 而法国三支特种部队也将会参与奥运会的安保工作 巴黎奥运会开幕在即 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多支技术团队 已经陆续地抵达法国 为本届赛事的4K公共信号制作做准备的工作 第四次出征奥运 他们带去了不少中国科技元素 从上海出发 途经7个国家 13个境外城市 36天陆路跨越1.2万公里 只未赴一场奥运制约 近日上海广播电视台 天鹰转播巴黎奥运会转播技术团队的 4KCube云转播系统抵达巴黎 进驻贝尔西体育馆附近 即将举行的体操 篮球决赛和蹦场项目 都将由Cube云转播制作和转播公共信号 那我们这次的转播综合区 就是位于贝尔西体育馆对面的贝尔西公园当中 这也是第一次在一个公园当中 搭建这样大的转播综合系统 那这套系统是国际领先的数据中心架构的 4K云转播系统 那替代了原先四辆转播车集群的系统 同时接入了7个切换台 7个调音台及其备份系统 自主研发可灵活扩展 Cube云转播的含金量可谓十足 17人团队2000余件设备齐发力 力求让观众身临其境 对于视觉把控 本次奥运会采用的是全HDR制作流程 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调色流程 然后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新鲜和具有挑战的一个工作 此外上海广播电视台技术中心和商堂科技联合开发的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I体育模型 Inimotion系统也将首次在国际大赛上落地 奥运期间 上海广播电视台肥牛工作室将利用这套系统 参与乒乓球和射箭项目的数据采集和虚拟呈现工作 AI加持下直径仅40毫米的白色小球 动线落点一目了然 就连旋转方向都一清二楚 破风的箭语从距离高度到速度也都被一一还原 此外上海广播电视台五星体育奥运会赛事信号制作团队 也已经抵达巴黎 目前正在罗兰加洛斯球场架设转播设备 为即将开始的奥运会精心准备 整个五星体育奥运会制作团队将分散于巴黎的十座场馆 负责乒乓球等14个项目的部分信号制作 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 明天就要和公众正式的见面了 为了配合此次大展 上海博物馆特别打造出一站式文旅体验新场景系列活动 那么其中上博号邮轮从码头到登船 从剧场到甲板 营造出了古老而神秘的埃及氛围 水岸联洞 共同打造魔都沉浸式江上文旅的新名片 夜幕降临首批体验嘉宾登上上博号邮轮 这艘由上博联合明信游船旗下的邮轮 特别打造了从尼罗河到黄浦江的 上博号古埃及主题航班 我们是来自上海不同的大学 然后来向外国友人展示我们的海派旗号文化 在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展览期间 上博号主题邮轮持续对外开放 自7月20日起正式面向社会开票 在首届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剂启动之际 上博还将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邮轮的开航实际上就是上博在打造 文旅深度融合的一个新的场景 这时候邮轮你看 他打造了整个一个埃及的格调和风格 在船上的用餐也安排了 埃及阿拉伯的这种餐饮也安排了 然后也有阿拉伯的风情的演出 隐蔽到两种文化两种文明的这种交融 现在的观众市民游客 它的需求是多元的 我觉得我们这种文商旅体都可以联动起来 或者融合起来 可以打造成一战式的文旅体业的一种新的场景 国际方面我们先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17号宣布 经过谈判95名被扣押的俄军人员 从乌方控制区返回 那么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95名乌军的人员 或是俄军人员将被送往莫斯科来接受治疗 在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当天有95名被扣押的乌军人员从俄方获释 2022年3月以来 俄乌多次交换被扣押的人员 据乌方负责协调被扣押人员事务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 乌方截至目前一共有3405人获释 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正在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市举行 当地时间的16号 在距离大会的会场大约有1.6公里的一个公园里 来自俄亥俄州的增援警察 开枪击毙了一名持刀男子 当地警方表示 13名来自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警察 在指定巡逻区域发现一名男子双手持刀 与另一名男子发生争执 持刀男子无视警方命令冲向手无寸铁的男子 5名警察随后开枪射击 不过外州警方的卷入引发了当地民众的不满 他们聚集在事发现场 为遭枪击的男子点亮蜡烛 不少民众表示 当地警察对当地民众更为熟悉 如果当时在场处置 也许能缓和局势 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上周末遭遇未遂自杀以来 共和党大会的安全问题备受关注 来自多个司法辖区的数以千计的警察 被派往密尔沃基 为大会提供安全保障 目前暂无迹象表明 这起事件与大会有关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